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潘老師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操場 你有沒有感覺操場一片冷清呢 你有沒有看到潘老師後方已經拉起了封鎖線呢 沒錯 千萬不要誤會喔 並不是中正國小成了什麼現場 不是不是 只不過是中正國小的操場 我記得潘老師剛來的那一年 已經將近20年前了 剛來不久就曾經施工過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漂亮的操場可以用 不過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的操場又出現了裂紋 然後有的地方也那個磨得快光了 那個底下水泥的顏色都跑出來了 所以為了讓小朋友有一個比較適合 也比較好的運動環境 所以學校要決定要施工了 那根據潘老師剛剛去打聽呢 這個操場到底要做多久啊 理論上應該要60天 要60天的工期 不過校長有拜託 拜託施工的這個公司 說拜託可不可以早一點完工 盡量啦 那那個公司有答應說希望盡量趕工 盡量趕工 不過潘老師也是知道 就是說這種施工喔 有的時候要看天氣 那你總不能為了趕工到時候沒做好吧 又沒兩三年又壞掉了 也要注意安全 所以預計是60天 預計是60天 今天是幾月幾號我看一下 今天是3月16號 60天也就兩個月以後 就是大概4月16 5月16 施工單位說會希望盡量快 那也就是說 希望能夠在5月16號之前完成 那這段期間我們就只要拜託天工幫忙啊 那到底什麼時候開放 各位校友你們要回來打球對不對 那潘老師會密切注意 如果施工完畢了 可以重新開放了 我一定會在我的部落格上 第一時間趕快發表說 可以再來運動了 所以後續的事情呢 這個開放日期 請各位小朋友密切注意潘老師的部落格囉 那今天潘老師的報導就到此結束 掰掰